在澳門多好東西吃就大家都知道了 但有些朋友就覺得去大陸的餐廳不是不好吃 但就不夠特別 今天就帶大家來 討厭這間位於寧靜一角 由三個年青人合資經營的這間義法餐廳 我們又去看看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做飲食都挺難的 為什麼你們當初有這個想法會開餐廳 其實在我的角度 因為我本身是讀設計出身的 讀書的時候自己已經想 很想開一間餐廳或者一間咖啡 可以擺到自己的設計 擺到自己的概念在裏面 告訴別人讓別人分享 我覺得這樣是頗好玩的一件事 我知道你們是三個人合資 原來數目都不少 都要配合一百萬出來 其實一百萬是怎樣分配 或者最多是容養在哪裏 很多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裝修上的物料問題 還有我們又想將這件事做得盡量好些 始終我們都有自己的要求 想表達得最好 包裝上的品牌上 那些簡單點是桌椅 刀叉 都盡量想找一些自己是OK的 覺得可以用到的 才會放到這間餐廳裏面 這些細微的情況下 原來很多東西都少少少少的over了 原來是一條頗大的數目 我知道Maggie你是負責這間餐廳的食物 特意去外國那裏學的 其實去過那裏學煮食 之前有去意大利和法國學過 因為對那裏的文化 和他們其實煮食的方向都不同 譬如意大利人 他們對煮食 他們的方式不同 他們會很開心的煮食 這也是我自己想向他們學習的一件事 另外發覺 因為他們對一些漂亮的東西的要求很高 所以譬如他們擺盤的方式 或者蛋糕那些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就去了意大利和法國兩邊 去學習他們每一邊的好處 對於你現在有個partner是做設計的 令到你的餐廳有甚麼提升 我其實要花時間在食譜上 或者一些廚房的管理 或者食物的樂園方面 要花落心機 如果有個partner可以幫忙照顧到外觀 或者其他有些特別的活動 例如情人節 我們想這些特別的東西出來 其實可以令整件事完美很多 其實我和他都已經認識了一段時間 我在其他地方讀書 我讀完書不斷回來 譬如和他出來聊天 他有煮食的我知道 我做設計 會想有沒有事情可以發生到 會否有些小生意或創作的東西 做到出來 慢慢聊天就可能會有這個想法 表達出來 是的 這間店差不多做了一年 你自己對這裡將來有甚麼期望 其實現在是OK的 是慢慢開始上軌道 但最主要我們是想保持 我們食物或環境 整件事的表演 非常想保持有好的結果才再走一步 有多朋友做生意 第一時間都會想怎樣賺錢 你們開這間餐廳的目的其實為甚麼 我們會先把方向擺放在做好的東西 因為可能大家都是喜歡這件事去做 所以譬如食物方面 就要儘量自己做好 希望客人滿意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期望 其實如果賺到錢當然好 但其實我自己最初的概念 就沒有那麼複雜 簡單一點 就是有一個點可以跟別人去交流 跟別人去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和一些自己的作品可以擺到 亦都是可以讓別人享受到 進來那個地方的環境 和食物 都是一個好的反應 其實澳門這麼多遊客的地方 要找到一間食物水準高 而環境有休靜的餐廳 真是不簡單 加上這裡的負責 但他們非常細心 你可以從他們店舖的細節 甚至乎他們的餐店的敗設 還有他們上菜之前 會將食碟加燃這份細心服務的水準 真是滿足的 如果各位都想留意我們 澳門中小企的消息 記得看我們下一集的節目